朋友们好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 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青年 人们评论他 说他睽睿高大 举手投足 仿佛是他爸爸的翻版 说他慈眉善目 一拼一笑 宛若他妈妈在世 这个青年的爸爸就是毛主席 这个青年的妈妈就是杨开慧 这个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青年 就是毛岸英 今天是11月25号 是毛岸英的忌日 74年前的今天 28岁的毛岸英 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28岁 我在说实帅实说的时候 我曾经针对这个28这个数字发过感慨 我说这个数字对于毛主席来说 似乎是一个宿命 宿命般的存在 老主席一生 可以分为三个28年 第一个28年 他28岁的时候 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28年 毛主席 毛主席56岁的时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开天霹雳 第三个28年 毛主席 差了一岁 他83岁的时候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看似毛主席这一生 三个28年 差了一年 但是 他的夫人 杨开慧 1930年就役的时候 十年29岁 就是说 毛主席和杨开慧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年龄 加在一起是四个28年 而 他们爱情的结晶 他们 哎呀 他们 挚爱了自己的长子 毛岸英 28岁的时候 牺牲 毛岸英 1922年10月24号 出生于长沙的乡亚医院 50年的11月25号 牺牲在朝鲜 而 毛岸英 牺牲前的 半年 他有过一次 回乡 行亲的经历 关于1950年 毛岸英 回乡 有过很多人的回忆 有过很多文字 记载 先去外婆家 给向珍熙老人 过了寿 然后 去了 棉花坡 他的生母 杨开慧 烈士的 安息之地 杨开慧 目前的 28岁的 毛岸英 哭了 四心裂肺 惊天 动地 要知道这一别 依然23年了 23年前 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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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 二十年前 八岁的毛岸英 是陪着自己的母亲 坐得老 是亲眼目睹了 遍体鳞伤 酷刑受尽的 自己的 母亲 表现出来的那种 对于革命的 信仰的忠贞 对于自己 爱情的 忠贞 他也是 目送着自己的母亲 凯然地 走向了刑场 二十年间 毛岸英 带着自己的弟弟 颠沛流离 一路辗转 从上海 到欧洲 到莫斯科 毛岸英 看三毛流浪机 边看边流泪 他说 看着三毛 仿佛看到了 曾经上海滩上的 我们的兄弟 我们兄弟三个 恰恰就是在 那个期间 他还 目睹了自己的 小弟 毛岸英 的夭折 二十年过去 自己的 大弟弟 毛岸英 在上海滩 遭人毒打之后 流下来的脑病 和精神上的 创伤 身体伤在 恢复中 唯一一个健全的儿子 来看自己的母亲 那是什么样 一个情境 然后 毛岸英 回了少山 有传说 说毛尔西林行 交代过他 说他到银田寺以后 就必须下马下车 要步行 要回到老房子去 说毛岸英 也按着做 那么一路 走亲访友 访贫问苦 最后还去了 唐家图 就是他的 曾外婆家 我可能是年纪大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好多年前 我几年 好十多年前 好像我就有过 这样的一个想法 冥冥之中 不知道是长辈提过呢 还是自己有所悟 我始终觉得 尤其是男孩子 轻易不要 回老家 尤其是 很多亲人长眠的 这个老家 后代子孙 轻易不要回去 我总觉得 这里面有说法 我似乎啊 为了违心主义啊 我曾经多少次 我就想过 毛岸英如果 1950年 五月份 他要不回了 那趟老家的话 还能不能有半年后 他牺牲的这一出 莫大的悲剧 我说 我说毛岸英牺牲 这是晚年毛主席 余生之最大的隐痛 何止 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 一个新生的国家的 一大隐痛 毛岸英如果 毛岸英如果 没有50年的牺牲 毛岸英如果能够 有来日方长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 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 但我总一稀的觉得 不会是这样 不会啊 何止是我 有这样的想法 非常亲近的人 曾经告诉我 就是跟装来非常亲近的人 曾经告诉我 说装人来 1950年毛岸英牺牲之后 很久很久的时间里 装人来西华厅的办公桌的 玻璃板底下 压着一张毛岸英的照片 周恩来 动情之余 曾经也泪眼泼梭 怀念起这个 青年才运的时候 曾经说过 我们多希望他能够 在日后 自成书业 我们说说 很多朋友都熟悉的 毛岸英 在1950年10日 写给自己的表舅 向三立的一封信 我们都知道 毛岸英从小就没上过 这儿八经的什么小学中学 他一路颠沛流离 从中国到澳洲到莫斯科 到莫斯科州开始接受一些教育 也不是全日制的那种真正的学院教育 但是 14岁 离开中国的 毛岸 没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的毛岸 14岁就离开中国的毛岸 回来的时候 已然是24岁的青年 1946年1月份 毛岸英回到了延安 走下飞机 扑向了自己 阔别了19年的 自己的父亲 父子两个人 这是相拥而起 那场面 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 见到了自己 阔别了19年的自己的儿子 英姿薄发的毛岸英 毛主席的心中的喜悦 让他上劳动大学 让他参与土改 让他参与革命工作 毛主席也是应该实求是的讲 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是寄予了一定的期许的 因为毛岸英真的是非常之突出 非常之优秀 就像有人说了 毛岸英优秀不优秀 你不用想别的 你不用认识他 你也不用多么了解他 你只要想他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的结晶 你就可以想象到毛岸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路这样成长的毛岸英 你看了1950年的时候 1949年的时候 他给自己的表就写信 网上大家都能看到毛岸英那个手机 那个字写 那么就是他爸爸年轻时候的字 倾斜的角度都一样 你再看看字里行间 他的中文表达 真是天才 尤其是这其中 字里行间 论情说理的过程中 表达出来的毛岸英优秀的思想 高尚的品德 和心高于众的情操 和大家重温一下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 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 非常高兴 你们离开三府旅馆的前一日 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 次日再打电话的时候 旅馆自然说你们已经搬走了 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 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 本想付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 却把他的地址同信一起丢了 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 往告 来信中提到舅舅 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 一诗 我非常替他惭愧 是向三立 他这个表舅 给毛岩英写信说 提到毛岩英的亲舅舅 就是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有个想法 解放了 毛主席也进了北京城 杨开智说 希望能够在长沙 给安排一个厅长这样的位置 毛岩英跟他表舅说 他表舅心里就提到这个事 毛岩英说 我非常替他惭愧 新的时代 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 已是极端落后了 而由于通过我父亲既能上任 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 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 毛泽东的子女妻旧 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旧 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 正在于此 皇亲贵气 仗势发财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在这一点上 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 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 望他慢慢觉悟 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 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 而不可能个别解决 大众的利益 应该首先顾及 放在第一位 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我准备写信 将这些情形 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 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 不讲人情 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 帮助亲戚朋友 同乡同事 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 那么我们共产党 正是这种 正是没有这种人情 不讲这种人情 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 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 亲戚在内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 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 妻旧兄弟遗书 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 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 深厚感情的 这种特别感情 共产党不仅不否认 而且加以巩固 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 正确的 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 有利于人民的途径 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 超出了私人范围 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 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 即使大义灭亲 已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 我对他有深厚的描写不住的感情 但他也许现在在骂我不笑 骂我不照顾杨家 不照顾相家 我得忍受这种骂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 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 同时也没有权利 没有本钱 更没有志向来做 这些扶助亲戚高声的事 至于父亲 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 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 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 是极不公平 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 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 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 本质所在 这两种思想既在我们脑子里 也还在尖锐斗争 只不过前者 占了优势 就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 占了优势 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而在舅舅的脑子里 有许多类似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 则还是后者 占着绝对优势 或者全部占据 虽然他本人的本质 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劣势家属问题 据悉你的信 你收到 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处理 但要有精神准备 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 干部少 事情多 湖南又才解放 恐怕会拖一下 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 毛主席说的什么话呢 说的是 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 不可个别解决 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 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 而所谓整个解决 是指工业革命 土地改革 统一的劣势家属 扶极办法等 意思是说 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 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在一定时候 应千百万贫苦大众 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 等待一个时期 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 比别人好 当然 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 要求扶序的信也收到了 因为此事经你信 以处理 顾不令父 请转告你父亲一下 并带我问候他 你现在已开始工作了吧 望从头干起 从小干起 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 先要向别人学习 不讨厌 做小事 做技术性的事 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 曾经碰过许多钉子 现在稍许懂事了 即是说 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 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 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 很容易 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 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机 个人英雄主义的 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 是这样 信口开河 信 你写的这么长 不再写了 有不知之处 网量 祝你健康 按应上 10月24日 在毛岩英 牺牲74年之际 在他的忌日里 我们在重温 75年前 他的这篇文字 何等感慨 何等感慨 我们想想毛主席 我们想想满门中烈的毛主席 你再想想这40多年以来 走到今天 那满屋脏钱黄金的贪官无力 共产党的叛徒 我们想想毛泽东的儿子 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 伟大的青年毛岩英 你再想想那些个 矮子瘸子往处上来 那些靠劳动致富 几十年前 就身家上万亿的 几大家族的畜生 当然了 在毛岩英的忌日里 我们也会想到 还有那些畜生 就是咒骂 诅咒毛主席 和他的伟大的儿子的那帮畜生 他们真的是 诸狗不如 他们不是中江 而是早已 成了人们心中的一滩一滩的垃圾 想念毛主席 纪念 毛岩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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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